原来我早就无敌了 今日我仁族就要肃清而等妖魔 康复正道 真是大言不惨 谁说你仁族就是正道 我妖族才是这世间的霸毒 我妖族是我魔族的独立吧 我不复买战 进口 出现 看招 想死吧 救命啊 请问 你们是 你是我独说没脚 肯定不是我魔族之人 是什么 身上没有半点了气 你才是让我个高考 虽然长得像人 却穿着奇装异服 肯定是外族的奸续 不是吧 我一出城就挂了 什么 这是 我说 你怎么不要跟我过来啊 就是哪里啊 难道我穿越了 刚才那些家伙也是穿越产生的幻觉 那么按照套路 从此以后我就可以外挂放声听到比喻 所以这大真实法则和七八个道理没凶没梳了 出来吧 系统 搞错了 再来 接手指 卫华 法宝 师父 大佬 你们到底在哪儿呢 这穿越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一定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专业测灵根 不准不收钱 我 我要测 把手放上去吧 这 这怎么可能 快说快说 我是不是天字国人根骨之家百年鱼的修行大财啊 怎么可能有人没有灵根啊 没有灵根啊 居然有人无灵根 那不就是废物吗 别乱说 对我至少也是杂灵根 老天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了生存 我只好在这个小镇上开了间杂货店赚口饭钱 顺带靠教书补贴家用 日子倒还算过得去 就是这帮学生啊 吃我一招 我要告诉我妈妈 喂喂喂 我们还在上课 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上啥课呀 今天仙人来收徒 我娘让我去修仙 是啊 我爹说了 宇宙的尽头是修仙 修仙有编制 叶先生 你没有灵根 是不是嫉妒我们啊 这群家伙 你们 你们怎么能背后说人坏话 先生放心 我们不会的 亏你们还知道尊师 我们只会当灭笑话 奇人才圣 仙人来收徒了 快走 逃遭门去咯 你终于不念书了 今天仙人再见 你们要是能选上 老子倒立起头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受仙呢 什么 见见我各位仙长 开始吧 开始吧 是 参加太拳圣地弟子选拔的都排好队 一个一个来 感觉 虽然 有人 这些人 这是俺儿 李狗胜 没有大名吗 这镇子上的小孩脑袋都不太聪明的样子 看来这次又要白跑一趟了 有 俺大名叫李春风 李春风 怎么了 仙姑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只是觉得他的名字很不错 是叶先生给起的 他是俺们这里最有学问的人了 这名字与修仙之道暗暗相合 看来你们这位先生不简单啊 把手放在探灵石上吧 我去 师姐 咱们单抽出京了 我去 师姐 咱们单抽出京了 什么 真的是金属性的上品灵根 已经百年没遇见过了 这是个好照的 加快测试速度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 我叫吴三桂 万中烟 李春正 温中贤 赵狂义 不是吧 这些名字的器语怎么一个比一个强 你们的名字难道都是 都是叶先生给的 一个两个都想修仙 修仙是那么容易的吗 这镇上最多只出现过下品灵根 他们能行才有鬼 等这帮兔崽子回来 我定好好嘲笑一番 鸡皮灵根 又一个鸡皮灵根 小厨竟是我自己 师姐 这里的糖葫芦 比咱们做门的还好吃呢 你就知道吃 此处灵气缭绕 说不定真是一处宝地 哎呀 师姐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咱们去前面的杂火铺看看吧 真是小孩子新鲜 不对 是牌匾上的字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竟然就蕴含如此丰沛的建议 师姐 你发什么呆啊 师妹 就在刚刚 我已经迈入晶圆渐进的第六层境界了 啊 我师父说你冲击第六层 起码要七十年的时间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扫了一眼那牌匾上的字 就瞬间突破了 有这么厉害吗 我怎么什么反应都没有 走 进去看看 啊 师姐 你慢点 请问 有人吗 哼 来客了 两位美女 欢迎光临 她们妆容高级服饰华丽 一看就是太全圣地的女修审 只不要发了 啊 想不到这里 竟有一位如此脱俗之人 一副得道之相啊 可惜身上没有任何修道气息 两位随便看 小店的东西绝对无美价廉 同所无亲 多谢 这幅画 大刀三千 剑道一 为什么这里 也有这么强的剑意啊 根本无法直视 这比刚才牌匾上的字 还要纯净的剑术大道之力 感觉整个人 都被无上情运注满 啊 好像 又要 又破了 先生 请务必告诉我 这画是何人所作 画中之人又是谁 看来这位仙子是真的很喜欢我的这幅画呀 今天给你能卖个好价钱了 妈 说来惭愧 画中之人和作者都是在下 叶长青 这幅自画像是我平时练习的随笔 粗浅之作罢了 自画像 还是随笔 粗浅之作 是 让二位仙子见笑了 怎么了 谁还没注意过啊 可这画中蕴含的气温和精粹之力 根本不是普通修者能企及的境界 依我看 是挺粗浅的 这发型 这服装 简直没眼看 师妹 你修为尚浅 不懂其中玄妙 不要乱说 真的很没品味吗 不可能啊 此人完全没有修到气息 为何画中的他 却有着无边见义 等等 难道是因为 他的修为远在我之上 以至于我根本无法察觉 或者压根就是他在友谊收敛气息 在下太玄圣地弟子 陆无双 参见前辈 他太多这么公斤 不会是想不给钱准备白嫖我的话吧 这位仙子 我只是一介凡人 可担不起这前辈二字 少套进货 绝对不给你任何砍价的机会 凡人 作用如此之多的灵运到头 为何自称凡人 我懂了 这位前辈修为逆天 隐居于此 并自有深意 倘若我直欲抽破 一定惹得高人不快 要赶紧把话远回去才行 您有所不知 其实无双从小就喜爱书画 您的大作让我领悟颇多 自然担得起前辈二字 原来如此 原来是真心倾慕我化作的小街女一枚啊 不知是不是我躺平的原因 最近我的艺术水平突飞猛进 琴琴书画都犹如坐火箭一般飞速提升 不是我吹 零根我是没有 但说起搞艺术 你们这些修仙的 都是我爆了 不是我吹 零根我是没有 但说起搞艺术 你们这些修仙的 都是我爆了 二位可以随便逛逛 小店不只说话 日常用品 也是饮有尽用 多谢前辈 店家 你为什么在花盆里 插空树枝啊 这是馋艺盆栽 啊 店家 这些果子为什么皱皱巴巴 一点也不圆润 这是我的自制秘剑 店家 圣明女子为什么没有双臂 也不穿衣服啊 因为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这尊塑像表面看起来 犹如丝纹 残破不堪 但其中 却蕴含了说不出的美感 缺失的双臂 无论怎么补权 都达不到完美的境界 原来这就是世外高人的领悟嘛 问这么多 到底买不买啊 这两根木钗怎么卖 这个树 三 知道了 我这刚好还有几枚零石 一枚零石就能换数十两银子 这次真是血传 师妹姐们 前辈这般人物 在此生活 想必是在凡尘练习 所以拿零石交换 无异于是捅了娄子 三根手指 是在暗示三生万物 而拇指与石指组成的圆 则为圆满 而且外圆内方 我明白了 这是在告诉我们 天意圆满 要给铜板 请前辈笑呢 铜板 有没有搞错啊 而且还只有三个 休闲之人怎么如此空门 这个月又要喝歇本风了 前辈 我还想买那幅画 啊 当 当然可以 又是三个铜板 我画得那么精美 你是怎么做到 只给三倍铜板呢 现在请说好 忍住 这可是休闲时间 现在这条大腿 一定要抱好 前辈 不知无双日后 可否再来请教您一些 关于说话的问题 前辈这层关系 一定要维系住 现在只要愿意 随时可以来 师姐 你为何如此高兴 师妹 就在刚才的一个时辰里 我已经突破 惊人见经的第七种境界了 什么 短短一会儿 你就完成了需要两百年的修炼 难道 都是因为那个年轻好看的店主 没错 那位前辈 是一位无上人物 我此次受他点化之誓 也不知道是福是火 走吧 我们先带新弟子回圣地 关于前辈的事 还需我仔细斟酌 再告知师父他们 是 叶先生来了 今天晚饭还是老三爷 不不 我竟然赚得不多 两个小菜一壶酒即可 得嘞 叶先生 我们卫家能出修仙的苗子 真是多亏了您啊 会长官太客气了 二愣已经走了 可不是吗 凡是您教出来的孩子 都被仙门选上了 您是不知道 仙人们提到我家二愣 魏忠贤这个大名 当场就愣住了 那是 此名可是我精心推算 称赞了不少气韵的 您虽然没有林根 但还是有点文化的嘛 我真是谢谢您了 叶先生 这是我们掌柜 专门给您加的鸡腿 这可是 我用神科换来的鸡腿 一定要好好享用 啊 啊 叶先生被扑倒了 好大的一条黑尾狗 啊 黑黄 怎么是你呢 哇哇 真是 这一年你跑哪儿去了 好了 不要舔了 我们回家 哇 两年前 我在门口捡到了这条流浪狗 为了它 我还特地学会了做饭 啊 可这家伙根本就不领情 没过多久就跑了 黑黄啊 这才几步路 你把我的鞋都给舔湿了 你上辈子是条舔狗吧 啊 啊 啊 你去哪儿 怎么一回来 就又盯着这幅画呀 哎呀 还是老样子 害怕还要看 真是有菜又爱玩 我回房睡了 你不要总瞅那张画 不然你又要给吓尿了 我黑黄 终于回来了 当初就不该受那只臭狐狸的引诱离开主人 否则 你不会落得今天这副丧家之犬的模样 该死的赤火老贼 竟该联合几大妖王偷袭我 待我在主人身边修炼几日 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 啊 晚上那个鸡腿一定不够吃吧 这儿还有点剩饭 吃饱再睡 还是主人对我好 我黑黄再次发誓 愿一辈子当主人的田狗 啊 晚上那个鸡腿一定不够吃吧 这儿还有点剩饭 吃饱再睡 还是主人对我好 我黑黄再次发誓 愿一辈子当主人的田狗 唉 这黑黄看着狗高马大的 怎么胆子却那么小 亏我还以他为原型 创作了那张黑黄图 哼 没想到竟是条田狗 这个号算是让我炼废了 我黑黄能有今日 全靠主人才能追醒血脉 那这次回来的狼狈 也没有给主人带什么东西 不如趁夜色出去 给主人寻觅一份大礼 好急啊 黑黄 你又上床了 这什么触感 这什么情况 我床上找女人了 不对不对 我一定是在做梦 可是这个手感好真实啊 怎么感觉有人在拍我屁股啊 美女 你好啊 那 男人 走开啊 来人 装流氓啊 好痛啊 原来不是做梦啊 说 你到底是何人 为何会出现在本宫床上 姑娘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你看清楚这床是我的 什么 你竟然绑枪我 快将我送回去 否则我听叫人将你斩首失重 冤枉啊 听起来主人玩得好爽 好激烈啊 出去 这姑娘哪儿来的呀 怎么凭空出现在我床上 黑黄 你怎么让别人随便进门呢 不是随便 是我专门替你搞回来的 奇怪 我昨晚明明睡在义馆 为何醒来却在这里 那个男人 似乎没有修到气息 不像是能避开骑士府 重重防护的样子 他身边定隐藏着什么高人 带我试他一试 你给我过来 喂 救你呢 你是听不见吗 还不快来接架 大胆刁民 竟敢无视我 一个小贼还在这里附庸风雅 装上文艺了 我今天醒了你的气 这 这是 好激烈 这棋盘的气息 为何如此浩大 仿佛天地奥移就在其中 我的痛 好疼 感觉快要裂开了 主人的棋局 难破无数大道和气息 别说你一个小小重鸡 就是化身和洞穴也不能直视 罢了 谁让你是我送给主人的礼物呢 这回就暂且帮你一次 是 那条大黑狗 它竟然能帮我破了这棋局幻境 这又是怎么回事 棋局故事已经破了吗 糟了 它修为太弱 又被我承受了 打到棋局的威亚 导致身魂分离 这下我也救不了它了 搞定 不愧是我 这残局 算是解决了 还好主人出手了 不则这姑娘怕是没救了 我这是 出来了 好险 差点把小命给弄丢了 这黑狗能帮我破了奇局幻境 想必修为已经到了央王的级别 还有这人 若不是他出手 将我的弘魄重新打回体内 恐怕我早已陨落 能摆出运藏 如此可怕力量的棋局 抬手起落间 就能逆转生死 还训养了一只央王进的黑狗 难道 这就是古书中提到的影视大能 姑娘 你没事吧 她一直盯着我做什么 是让人心里直发毛 我刚才不禁挡了她 还将她从屋子里赶得出去 这可怎么办啊 姑娘看了棋盘这么久 想必也喜欢奇异吧 不如你我对异两手 如何 对异 刚才看一眼小命就快没了 如今要我对异 莫不是想惩罚我吧 晚辈奇异拙劣 不敢在前辈面前办门弄斧 无妨 这么多年我无事可做 也只能钻研这等奇迹赢巧罢了 无事可做 她都不用修炼了吗 难道她的修为已经到达巅峰 面无可恋了 还不知你叫什么名字 又从哪儿来啊 尚不知此人底细 还是先别说说真实身份 省得给父皇招惹祸短 小女子燕冰心 是燕国帝都人士 看姑娘样貌气质均不俗 想必已败入仙门了吧 未曾败施 只是跟家中的几位护院仙师学习而已 原来如此 几位仙师 而已 罗子连仙都修不了 只是恨得恨死 落得落死 在下夜长青 与燕姑娘相逢一场 也算有缘 俗话说 人生如奇 不知姑娘的下一步 准备如何落子 这妹子背景有点大 不好意思直接轰她走 还是委婉地点点她吧 人生如奇 如何落子 又来了 还是刚才那股天气道的气息 不过不同于上次强横的怒意 这次仿佛对我友好了很多 感觉纯粹的气韵正关上我的身体 我 我要突破捉机了 烟雅姑娘 烟雅姑娘 罢了 这些修仙之人 好像有点那个大病啊 竟然 真的突破了 只是一句话和一盘棋 就给了我这般机缘 叶先生 敢问您这是什么起局 只是我先来无事 随手拿来自娱自乐的而已 如果非要给她起个名字 那就叫 无子骑吧 无子骑 为何我从来没听过此种祈祷 我明白了 无子指的正是 金 雾 水 河 土 雾形 怪不得会蕴含那么强大的气韵之力 小丫头 众人的起局你把握不住的 再陷进去小命就没了 再让我看一眼 就一眼 依我看 那个小石子就该被除名 归属在我灵箭风下几百年 都选不出一个好苗子 真是太废了 原警师弟 你先冷静点 哪里废了 原警师兄不要乱说 小池镇千万年前 可是我做老祖非生之地 就是 有时候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有没有认真修炼 境界长没长 不要总是甩锅 看你是看热闹不闲事的 这地方给你 你要不要 这件事不给我解决 今天我就不走了 用不用给你打个帐篷啊 启离各位师尊 今天新入门弟子的名单出来了 师弟呀 你先消消气 这选拔结果都出来了 要换地儿也得下一届了 进来吧 是 太玄圣帝万年难遇极品双灵根 连续三十年蝉联太玄圣帝最帅之圣子 李长明 见过各位师尊 长明啊 跟我们就没必要搞这些虚头八脑的东西了 是啊 你拉库兔的样子我们都见过 不隆重出场 观众怎会记住我 好了 说正事吧 本次太玄圣帝 收徒共一百八十人 包括夏品林根一百人 来自长阳 东来 安逸 都是我们广泽峰门下属地 恭喜九居师兄 又是大丰收啊 中品林根七十二人 出自丽阳 山桑 云梦 唉 我楚云峰就是争气 不会有人的属地 连中夏品的林根都不出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你们两个 真是气煞火炎 走别来老夫 什么狗屁老族匪生之地 今日我就要把那小池镇移为平地 此外还有上品林根一人 极品林根七人 接出自小池镇 小池镇 正是 恭喜圣主 我们太拳圣地 喜获高途 这 这不可能 小池镇林脉断绝 已经几百年了 是啊 怎么会出极品林根 怎么 你们看我林剑锋站起来了 很不爽吗 圣主师兄明剑哪 这其中定有毛腻 等一下 以往的新晋弟子 都叫什么阿猫阿狗 但你们看小池镇这七人 每个人的名字都非同凡响啊 魏忠贤 颇有几分儒家的真意 这李淳风又有几分道家风范 难道点化这些弟子的 是哪位儒道双修的大家不成 魏忠贤 颇有几分儒家的真意 这李淳风又有几分道家风范 难道点化这些弟子的 是哪位儒道双修的大家不成 这是天佑我林剑锋啊 圣主 以我看 这小池镇绝对有蹊跷 此番孕育出如此多的天才 我思来想去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祖师飞升归来 电话了这些孩子 这真的可能吗 师弟莫慌 看看新弟子天梯试炼的结果 再做定论吧 也是 天梯试炼历来就是检验弟子资质的 即便是当年 身负极品双灵根的长鸣 都画了七个时针才登顶 您记错了 是六十零三克 圆剑师兄 若你那些弟子连天梯都过不去 灵根再好也是白搭 是谁算了 我不说 林剑锋弟子 陆无双求见 无双啊 你不去盯着天梯试炼 来此所为何事啊 回圣主 无双写小池镇的七位弟子 前来觐见 荒唐 新晋弟子就算天资过人 也不能不经试炼就直接入门 你难道不知道吗 圣主误会了 弟子也是刚到此处 却发现他们早已通过天梯试炼 在此等候多时了 你说什么 早已通过 你们几个 还不快给圣主和师父起来 弟子李淳风 李清正 万中原 这位圣主和师父磕头了 好孩子 快起来 重铸灵剑锋荣光 如被义不容辞啊 陈锋 你过来 让我探查一下你的灵根 哦 这 这是先天气韵 滋养出的 后天灵根 圣主 何为先天气韵 后天灵根 修士修炼到至高境界之时 便能产生与大道共鸣的先天气韵 而后天灵根者 须自幼受先天气韵滋养 再以大道之力点化 方可行成 七千年来 我们五大圣地 一直都想联手打造出一处 拥有先天气韵之地 都已失败告终 可这小池镇 哪儿来的气韵道场 居然能滋养出 如此多的好苗子 看来小池镇上 那位高人的修为 深不可测啊 若能让老夫瞻仰一番 此生也无憾了 连圣主和诸位长老 都如此精淡 叶前辈的修为 真是通天彻底 元剑师弟 先将这几位新晋弟子 带回你的灵剑峰去吧 好嘞 我们走 无双啊 我怪你周身剑气充盈 此次前往小池镇 定是遇到了什么机缘吧 不敢欺瞒师父 弟子如今 已经突破晶元剑晶的 第七重了 第七重 你开什么玩笑 你前几年才突破第五重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连升两重 你是不是服用什么禁药了 师父您说哪里话 我怎么可能服用禁药 是为师师太了 那想必你是在小池镇遇到机缘了吧 是的 我无意间找到了小池镇那位前辈的隐居之所 还得了一副前辈的真迹 弟子瞻仰后 便自行突破了 快让为师看看 好刺眼的光芒 这世界怎会有蕴含如此纯净之力的剑道 长明啊 你是我宗圣子 小石镇这次出现得到大能之势 你怎么看 回师尊 从高人的举动来看 他对太玄圣帝并没有恶意 所以我猜测 只是恰好在此隐居而已 嗯 倘若真如我所料 是先祖下界 太玄圣帝 必将有大机缘哪 圣主师兄 圣主师兄 我有要事禀报 师父 等等我 元剑师弟 你不是带着几位新晋弟子回去了吗 不对 你竟然突破了华神 你已经在核道境停滞了两千年 怎会突然突破 那都不重要 你先看看这个 一幅画 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 这是 神炼成道 剑神合一 这是什么法宝 竟然遇到如此磅礴 磅礴的剑意 我的头 好痛 圣主 请您快把花和尚 神炼成道 剑神合一 这是什么法宝 竟然遇到如此磅礴的剑意 圣主 请您快把花和尚 收 元剑师弟 此物你从哪儿得来的 无双 还是你来说吧 是 是 回圣主 这幅画卷 正是小池镇的那位前辈高人所赠 此外 前辈还应允我 可以随时前去求教 什么 好啊 好啊 圣主 何故发笑 我笑事情果然如我所料 无双 你可知这位大能 为何会应允你可以随时去求教 弟子余顿 请圣主示下 说明这位大能 十有八九 就是我宗非生上界的那位老祖 并且他老人家 暂时不会离开小池镇 如此一来 我泰玄圣地 要再次起飞了 恭喜圣主 恭喜圣主 另外 我宣布 从今日起 林剑锋真传弟子陆无双 便是我泰玄圣地的圣女 什么 听说了吗 林剑锋的陆师姐被册封为圣女了 原本以为长明师兄是倾听的圣主接班人 这下可难说了 师姐 圣主真的想让你顶替长明师兄的位置吗 不知道 我只是个单属性灵根 没有成为圣女的资格 圣主这次册封 想必是看中了叶前辈给我的承诺 这样啊 连圣主都觉得那个好看的店长很厉害吗 那是自然 叶前辈修为高深 早已超脱世俗 虽然我现在的能力不足 但只要向叶前辈多请教几次 我爹能真正拥有成为圣女的资格 为什么 啊 苍天啊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利师兄 你没事吧 我有事 我有大事 我的心好冷啊 师兄 别急 圣主想必是看在小植镇那位师祖的面子上 才封了无双师姐做圣女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不就是一份机缘吗 他有的 我也一定能有 现在 我身为极品双属性灵根的天才 师祖必定更加赏识我 若他肯指点我一二 但无双师妹也对我再无威胁了 哇 前辈举手偷租箭都散发着倒映呢 燕姑娘 你一直盯着我做什么 没事没事 前辈您加您的 我就看看 这姑娘怎么回事 赖在我这里不走就算了 一天到晚还奇奇怪怪的 燕姑娘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来给您请安 燕姑娘 你不必打扫卫生的 没事 我不累 燕姑娘 刽子都快让你擦掉皮了 没事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师祖反常必有药 难道他想白嫖我的东西 叶先生 喝口水吧 还是说 他已经爱上我英俊的外表 无法自拔了 算他有眼光 燕姑娘 一会儿随我出去买些食材 我给你漏上一手 葡菜 青菜 小白菜 找一找开一看咯 叶先生 出来买菜啊 是啊 不愧是前辈 举止优雅 风度翩翩 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 老板 菜怎么卖啊 八文钱一斤 八文 你这菜叶是金子做的 还是菜根是金子做的 你嫌贵 我还嫌贵呢 就说你要不要吧 哇 连吵架的都如此轻心脱俗 真的让人很难不爱啊 叶先生 今天要点什么 来两斤上好的五花 好嘞 您的肉拿好 多谢 今天带着夫人一起逛街啊 啊 不 夫 夫人 哈哈 您想多了 燕姑娘只是我的客人 哎呀 您跟我就别藏着掖着了 听您隔壁的王婶说 前几日 你们在家折腾的动静老大了 呃 燕姑娘 小池镇民风淳朴 语言直帅 还望你不要介意啊 啊 没关系没关系 黄图护知识满嘴跑火车 万一惹到了这位黄图大小姐 等人把我赢了怎么办啊 夫人 嘿嘿 妈妈 那几个人长得好怪啊 哎 别乱说 咱们快走 你确定黑黄 就躲在这个镇上 妈妈 那几个人长得好怪啊 哎 别乱说 咱们快走 你确定黑黄 就躲在这个镇上 老大 准没错 我嗅到那丝的气息 就在前面的那家店里 好 只要将黑黄这个卑鄙 无耻的家伙带回去 在主人的道场里 就算赤火老贼来了 也是个渣渣 本来我还想放你一马 你却体坏了我主人的门 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怎么回事 大哥救命啊 我要耐碎了 燕姑娘 今日财卖已经齐全 我们回去吧 好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那晚 你为何会睡在我床上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睡着睡着 只觉得身上痒痒的 一睁开眼睛 就看到叶先生在摸人家 停停停停 你别乱说 我可什么都没做 我明白 叶先生这等人物 自然对那些龌龊的事情不感兴趣 所以 你我的消遇 定是上天的安排 她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你是为了男人 我对那些事情还是很感兴趣的 只可惜我没有修为 面对黄多的房门大小姐 实在是不敢下手啊 果真如师父所说 小池镇的灵脉被重新激活了 那其余最浓厚之处 定然就是师祖的隐居之锁 找到了 就是这里 长青杂货铺 不好 这牌匾匾中 竟然蕴含着如此强大的力量 连我都只能勉强承受 看来 是来对地方了 太玄圣帝圣子李长明 求见 我宗先祖 怎么回事 难道 他老人家出去了 虽说贸然进入仙祖釜底不妥 但此行 一定要有所收获 这群蠢猪真是找死 竟然主动送上门来 完蛋 刚才大家把屋里搞得这么脏 主人要是回来 我可没办法交代啊 太玄圣帝弟弟子李长明 前来拜见 满地的大妖 还有一尊妖王 这 这是什么情况 来得正好 小子 你想活还是想死 我想活 好 你就留在此处 一会主人回来 若是问起这一地猪妖的来历 你就说是你带来的 若是说错半个字 您您您放心 我一定按您教的说 我回来了 黑黄 你有没有好好看家呀 不好 有人进来了 这妖王 老师又要看杀戒 好了 别舔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连妖王都不惧怕 难道此人 就是隐军在此的 先祖前辈 让你别舔了 给我坐好 哪儿来的这么多野猪 这位公子 是你带来的吗 其实 你说的没错 就是我带来的 原来如此 不过 小店虽然偶尔收些山货 但野猪并不在营业范围啊 奇怪 为何从他身上 感受不到一丝灵力波动 难不成我小多了 这是个冒牌话 放肆 真敢诋毁主人 行不行我宰了你 你给我老实点 公子莫怕 这是我养的宠物狗 虽然蠢了点 但他不咬人的 如此恐怖的妖王 竟 竟是他的宠物 没错 肯定是了 在下 太寻圣地弟子李长明 参见 先祖前辈 不是吧 怎么又是太寻圣地的人 还叫得这么轻 准没好事啊 在下 太寻圣地弟子李长明 参见 先祖前辈 不是吧 咱们又是太寻圣地的人 还叫得这么轻 准没好事啊 不过这几头野猪 倒还算肥瘦 卖给王图 或 一头也能 值个七八两 前辈 为何还不叫我起身 难道是因为 我擅闯了他的府邸 舍他不快了 不完了 他不会是要处置我了吧 李公子不必行此大礼 快快请起 你今日来此 也是和之前的仙子一样 想要自画吗 啊 自画 难道 就是无双师妹 给师父看的那种 极品圣物 没错 请你赏赐晚辈一幅墨宝 赏赐什么的太夸张了 这边请 既然对方送了这么多的野猪 那我就认真对待一下吧 想不到 只是莫名其妙悲愣功 就能拿到圣物 想必是因为 前辈看出了我不凡的圣子身份 李公子 有什么想要的字吗 我帮你写 这波雪状 喂 小子 主人为你画呢 你给我清醒一点 痛痛痛 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 您性情发挥就好 我不挑 好 那就现丑了 叶先生 东西放好了 嗯 好 我做完这幅字就去处理 前辈要写字 等一下 我来帮你摸摸 那就麻烦燕姑娘了 起开起开 碍事的家伙 之前我只看前辈的棋局便收火扑风 倘若是书法 又会蕴含着什么样的大道神韵呢 真是让人期待 前辈要开始了 这或许 是我此生仅有的一场造化 既然是落笔生境 前辈的境界已经达到如此地步了吗 如此毁弘壮壮阔的气象 缝缝让人身临其境 我感受到了 前辈提笔落寞间 流淌出无限的真意与清晰 温暖的包裹之物 还有这宏大的剑蕴 那是仙人的真言 完成 哎呀 几天没练 都有些生疏了 前辈 不要啊 叶先生 我受不了了 你们两个在耍什么宝啊 我说李公子 你今天这样发电已经有两三次了 有病要抓紧治啊 前辈就是我的药啊 晚辈的意思是 前辈境界超凡 关您落笔 祸益良多 雕虫小记 上不得台面 终于来了个识货的 那 送给你了 谢前辈 还请前辈为这幅字赐名 既然是为了筹谢你带来的后礼而做 干脆就叫后礼谢 后礼谢 后 以为后德彩物 礼 象征以为礼上往来 不愧是非生上界的大能 这名字 蕴含大智慧啊 但前辈所赠的字中 蕴含的事无上见语 我跟随圣主师尊 修行的却是长生道 难道 前辈是在暗示我 之前的修行都是错的 难怪这些年 我的修为一直停滞不前 原来 适合我的 竟是剑道吗 剩下的我就帮不了你了 你带回去自己想办法吧 前辈这是在提示我 尽快认清本心 想好出路 今日提点 晚辈牢记在心 回去 你会好上考虑 这家伙又发什么颠啊 我只是让他 把字带回去自己装表而已 师尊 长明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怎么还是毛毛躁躁的 师尊 弟子不小啊 发生什么事了 你一定早就看出 弟子无法胜任 圣子一职了吧 哎 长明从小就是按圣子来培养的 如今突然多出个圣女 他心中煎熬也是正常啊 哎 长明从小就是按圣子来培养的 如今突然多出个圣女 他心中煎熬也是正常啊 长明啊 立无双为圣女这件事 你也不要想不开 不 不是 师尊 我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隐居在小池镇的那位前辈 对无双亲眼有加 愿意随时指点他修行 那个 师尊 前辈修为高深莫测 太玄圣帝 说不定也早已在他的监视之下 为师不得已 才出此下策 师尊 师尊 你听我说啊 长明 不必多说 师尊都懂 这两天 辛苦你了 希望你明白为师的良苦用心呢 师尊 弟子明白 但是 请您先听我说话 好 您说吧 其实 弟子今日 已经去见过那位前辈了 已经去见过那位前辈了 鲁蒙 师尊 你打我做人吧 高人隐居 很显然是不愿意被人打扰 你这样贸然前去 万一惹怒了他 会给咱们整个宗门带来灾难啊 但前辈并没有生气 反而 赠送给了弟子一幅字 什么 快拿来我看看 师尊请看 如此平平无奇的一副卷筹 完全不如无双那丫头的那幅 又精美啊 看来前辈不过是敷衍一下长明这傻小子 还真信了 师尊 前辈还在这幅字中给了弟子暗示 似乎我的修行之道选错了 糊手 你的体质生来就是为了修行长生道 定是你误会了他老人家的意思 可是这幅字中 的确蕴含了无上剑韵呢 我看看 这 这这这这这 小小的一张宣纸 竟然真的蕴含了剑道的法则与奥义 是老夫格局小了 无双的那幅画竟然也包含着无上剑韵 但根本比不上长明的这副奴隶呀 难道说 前辈真的认为长明他更适合修行剑道 师尊 徒儿到底该怎么办啊 长明啊 你听闻师说 你刚才说的没错 前辈的确是在暗示你 在剑道上的造诣比无双那丫头还高啊 你我即为太玄圣地的圣主和圣子 绝不能忤逆前辈的意思 所以 师尊是说 从今日起 你便以击变偶不变 符号看向线 这句真言为剑心本源 改修剑道吧 是 圣主师兄 这么着急传我们过来 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我唯一的徒弟呀 这是要我绝户呀 师兄这是怎么了 大概是昨晚练童子宫走火入魔了 好了 都安静点 今日老夫叫你们前来 谁有两件事想说 第一 回去警告门下所有弟子 未经允许 任何人不准私自前往小池镇 打扰叶前辈 就算要去拜访 也要由无双丫头代为引荐 第二 一个月后 就是十年一度的 太玄紫青两大圣地的会晤了 今年比赛的地点 定在我太玄宗 所以这段时间 各位务必读促弟子们 勤家修炼 切莫懒惰 圣主师兄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弟子们尚且有输有赢 可你的奇异和徐情天比 可是 从未赢过呀 是啊 师兄 最该勤教修炼的是你吧 胡说 这次老夫定能赢过那次 我说你就别装了 打不过你可以请外挂呀 此话怎讲 求教叶前辈啊 在你眼里那些高深莫测的棋局 在他老人家那儿 就是些小儿科罢了 对呀 既然如此 我便去小池镇 向前辈讨教几招 我看行 这一波稳了 京元剑爵 不错 不错啊 五双侄女 想不到你这京元剑爵第七重 已经如此熟练了 参见圣主 老夫这次来是要告诉你 你的圣女册封大典 就定在太玄子卿会晤结束之后举行 是 弟子紧听圣主安排 那个 其实还有一事 那个 其实还有一事 圣主请说 你觉得小池镇那位前辈的脾性如何 夜前辈接人待物 谦虚温良 儒雅随和 脾气是一等一的好 傻丫头 那是先祖看上了你的资质 才会对你青睐有加 对我 青睐有加 其实是老夫准备前去小池镇 一睹高人之资 魂托其间 还是想请你作为介绍人 和我同去 记住 在高人面前 切莫称呼老夫圣主 免得乱了尊卑 就说 我是你的家中长辈吧 是 想不到这么快 就能再次见到夜前辈了 这倒是扫地 明明是拿我当空气净花气使啊 燕小姐 休息一下吧 没事的燕先生 我觉得不累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所以还是休息一下吧 叶先生 真是心疼我了吗 那我去做午饭 顾奶奶 你还是坐下吧 好的 叶先生对我真好 上次一个不留神 差点让他把架给烧了 绝对不能再让他靠近厨房 这哪儿是客人 分明是来了个祖宗啊 府主 御灵符显示 九殿下就在此镇上 好 我们走 怎么回事 玉灵符怎么突然不亮了 莫荒 小池镇是附属太玄圣地的灵地 应该是布下了什么禁止 不过据说小池镇 灵起枯竭已有百年 为何本座却感受到这里 到处都充盈着大道之力 难道是灵脉复苏了 这可是大事啊 现在没空在意这些 九殿下已经失踪半月有余 当务之急 是要快些找到他 否则 你我都要人头落地 府主 既然玉灵符失效 需要属下挨家挨户搜寻吗 我自有方法 探灵术 果然没错 是九殿下的皇族气息 老夫先去看看 你们守在这里 不要走动 是 气息进入了那家店铺 看来贼人是将殿下掳到了此处 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大胆 什么 何人敢对本座动手 若是老夫没看错 阁下应该是大燕国奇事府府主 刘天吧 正是 想不到 在此竟然能遇到太玄圣主 有理了 哼 阁下今日到我宗地界内 可是忘了太玄与大燕互不干涉的约定 圣府误会了 并非我故意违背 而是为了寻找失踪多日的九殿下 不得才来到此处 哐他 你们九殿下怎会在此 刘老 您怎么在这儿 主殿下 您怎么这副打完 你没搞错吧 这不是个扫地的仆役吗 何人如此大胆 居然敢将殿下拘谨在此做粗活 难道是夜前辈 将公主扮成扫地的仆役 果然高手都有一些奇怪的癖好 九殿下 这里是太玄地界 你我不便久留 咱们先行离开 事后老陈 再派人来将那贼人随时吻断 好你个柳天 竟敢对我太玄宗老祖不济 放肆 还不快给我住口 殿下 您打我干什么 你这般口出狂言 是想断了我大烟传承万年的国运吗 九殿下 大烟国运自有陛下和老祖庇护 你秀为上前 别被什么江湖骗子迷了心窍 江湖骗子 留扶主好大的口气 你可知此处住的是什么人物 难道是你太玄的开山老祖不成 你说对了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 好丑啊 还让不让狗睡觉了 干扰本王清梦真是胆大包天 是谁在门口乱叫 不知道什么叫做起床器吗 这是妖妖王 此处为何会有妖王触摸 几位别怕 这是 殿下快走 老陈想办法拖住他 若是今日老陈陨落 来世还做殿下的仆人 留父主莫要闪情了 先联手将他逼退 绝不能牵连镇上的百姓 好 两个老东西自不量力 那就让你们知道本王的厉害 留父主莫要闪情了 先联手将他逼退 绝不能牵连镇上的百姓 好 两个老东西自不量力 那就让你们知道本王的厉害 起阵 黑黄 你又皮痒了是吧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最近风头紧得很 乱咬人的狗可是要无害化处理的 人家知道了 请敢训斥妖王 这位年轻人到底是何取人也 不会就是叶前辈吧 抱歉啊二位 我养的宠物没有吓到你们吧 宠物 妖王也能当宠物吗 果然没错 他就是叶前辈 无双见过叶前辈 原来是陆仙子啊 吉日不见 吉日为何而来啊 这位是我家中长辈 看过您的画作后十分崇拜 今日特来拜访 老夫何长玄 见过叶前辈 老先生快请起 仙子的长辈 那肯定也是修仙之人了 纵使我没有灵根 乃何画技抄群 也担得请你这先锋盗谷的长老 喊我一生前辈 哈哈哈哈 燕姑娘 你身边这位是 老陈乃是 老柳 他叫老柳 是我家中的管事 来此地找我的 太好了 我终于把你判来了 你是来接你家小姐的吧 是 是的 那就好 几位远道而来 不妨进来喝杯茶如何 来了 我的机缘来了 请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传说中 只有最精纯的道义 才能自行生成的防护禁制 追逐强度的禁制 只有上国圣物才能做到吧 无双和九殿下修为尚浅 倒是不被屏障所排斥 我们两人该如何是好啊 二位为何不进来 老夫也想 可老夫做不到 救我 你们这是怎么了 年纪大了 走路不稳 走路不稳 是啊 无设简陋 终于不要嫌弃 太学圣主 这间小院 确实出乎意料 不光有妖王黑狗 还有上古妖术 就连桌衣板凳都充满道玉营绕 我不是在做梦吧 请问先随便做 我去取些茶来 关于这位年轻的前辈 长弦圣主 你怎么看 我此前就知道他乃是高人 可谓曾想竟是到了如此程度 我背后的这棵妖术 起码也有万年修为 如今如此随意 住在这座小院里 果实坐在他下面 我都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坚持 这一定是前辈对咱们的考验 那是棋盘 果然不出我所料 叶前辈对祈祷也有研究 真是天助我也 鲁先生 万不可靠近啊 由何不可 这 这是 黑白二子的排列 好似想要救回老夫什么 日有短长 月有生死 水无常行 不好 这强恨的灵力 老夫完全承受不住啊 难道今日就要陨落在此了吗 跪 跪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前辈 敢问这盘棋 是什么阵法 阵法 这就是一盘和棋啊 和棋 真是个好名字啊 看似黑白两子对质 其中却暗藏动静 阴阳之道 而对立 即是平衡 即是相合 抵御如此深厚的棋局 事所罕见啊 呃 这俩老头说什么呢 和棋不就是双方平局吗 有什么好分析的 寒舍没什么好查验 只有这些土查验 还请各位不要嫌弃 还请各位不要嫌弃 前辈客气了 叶前辈这样的绝世人物 还能自己制查 想必对查到也是颇有研究 幸好我带了宗门传承下来的悟道查 等会儿送给前辈 定能与前辈拉近关系 这悟道业乃是修道神物 虽然只是碎屑 也是万金难求 想必前辈定会喜欢 这 这是什么东西 我没看错吧 竟然是整片的误导页 这 这是什么东西 我没看错吧 竟然是整片的误导页 还好没拿出来 不然岂不是折辱了前辈 没想到这世界上 还有完整的悟道业存在 奢侈 太奢侈了 这就是高人的手笔吗 第一遍过水 叶子表面的灵气都被融入了水中 此时的茶汤 定是饱满浓郁 精纯至极啊 到了 前辈 怎么了 那 那杯 就这么到了 那杯是头盗水 去去茶叶浮土而已 不好喝 暴天天雾啊 几位现在可以尝尝了 这茶 灵气冲天 只是拿在手中 就让人止不住的颤抖 就连飘出的香气 都让静静有所松动 他们怎么不喝啊 对了 他们不是修仙大佬 就是出师名门 平时喝的小鼻都是茶中极品 我这种土茶 他们应该是瞧不上吧 呃 各位 若是觉得我这土茶难以下咽 放下便是 不用勉强啊 前辈所赠宝茶 我们怎敢嫌弃 我们这就喝 这就喝 这就喝 通其舒畅至极 不愧是悟到夜泡的茶 感觉仿佛青州已过万重山啊 这些是 好爽 怎么喝杯茶都跟喝了春药一般 这杯茶下肚 我的修为 竟然精进了两层 老夫也感觉自己似乎 精进了百年修为 两位 对这茶味道可还满意 这茶当然是世间极品 可前辈为何还要发问 这一定是在考验我们的资质 切不可妄言 回前辈 茶水甘甜 回味无穷 令人心境 似乎都蜕变了一般 玄妙至极啊 哈哈哈哈 没错 这绝对是我有生以来 喝过的最好的茶 我怎么感觉这二人在联手耍我呀 好强的威亚 难道我答错了 罢了 你们喜欢就好 叶前辈 老夫有东西想送给您 此物是老夫家传之物 若是您看得上 就当是这几日 您照顾我家小姐的答谢吧 哎呀 来就来吧 还带什么礼物呀 那我就不客气了哈 这次出门出得急 没带东西 请问这老家伙抢签了 上网看看是什么好宝贝 这 这是 玄冰珠 玄冰珠那是出自数万年极寒之地的宝物 羽立大小的一颗就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这颗更是有苹果大小 看来你这是下了血本了 那是 宋前辈的礼物 自是不能含糊 可这玄冰珠 虽然能助冰灵根的修饰提升修为 但对于其他修饰 一旦接触 轻则寒气入体沦为废人 重则 身亡命运 哼 纵然我是冰灵根 面对这么大一颗 都已经感觉寒入骨髓了 好大的一颗珠子啊 千万 危险啊 哇塞 好凉 这东西好像会自动制冷啊 不错不错 这个礼物我很喜欢 夏天若是拿着小冰球 做些冰镇瓜果 应该很好卖 小冰球 这可是我等 根本不敢触碰到质宝 在前辈手中仿佛玩具一般 叶前辈 小姐在府上掏扰多日 感谢您的照顾 今天我就带她离开这里了 哦 这样吧 既然收了礼物还送走一尊大福 真是双喜临门 哈哈哈哈哈哈 燕小姐 想不到 我们这么快就要分别了 燕先生 您放心 您对冰心的情谊 我都明白 所以 我决定了 板公鸯 不走了 不 不走了 没错 冰心绝对不能辜负您的厚爱 刘朗 你回去告诉我爹爹和娘亲 让他们默要挂念 等我想回去了 再会回去 什么 既然如此 完蛋 这老的好像真的想同意 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燕姑娘 父母伟大 你若是真喜欢待在我这里 过段时间再来就是 是啊 将老夫这般年纪 双亲早已化作了一捧黄土啊 可是 这样吧 我做你一首诗 希望你能明白父母的心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